投资新世代 对于投资的角度其实是两体 因为这些公司就 因为可能需要前期大量的投资 所以有个集资的需要要上市 所以就说不如放宽一点 不用盈利不用收入都可以上市 投资社就可能有没有机会贴重 买到一些很初期的投资者 它就变成一个大企业的机会 但是反过来也有机会真的买错 因为始终是一些未有实质的数据 或者一些好些的纪录的公司 会不会怕降低市值之后 那个把关比较弱一点 对于说那些企业的质素 会多些 怕有些不知什么的股份来上市 其实都不会的 其实我们如果看回公司 已经有收入的那些 已经在市场运作了一段时间 有客户有些新的产品服务 已经是一些实质的公司 以及交易所也都会在前期的时间 都有不同的审核的标准 我相信这件事投资者不需要太担心 其实 Mike 如果说回 现在就说18张C 但其实18A张已经推出了五年了 就容许那些未有收入或者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去上市 这五年了 这些公司的表现 你们觉得 满不满意 以及在上市条例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修订的地方 其实18A的生物科技公司正正是反映到 只要上市的要求规则是认得对的 是真的可以制造一个新的市场 一个新的板块 短短五年间 其实香港已经成为亚洲第一 全球第二的生物科技公司的集资地 交易所都是引以为傲的 我都很期望说 在18C出来之后 香港都可以成为科技企业的集资地 这件事 虽然说18A的公司 很多是不是股价 不是说表现得太好 其实这件事也不是交易所需要关注的地方 没有交易所会说 你离开上市 都要保證明不满 是不会这样的 交易所只要做到的就是 有一个好的制度 有一个透明度 有一个问责性 其实投资者自己的选择 应该已经足够了 是 其实刚才也有提过 你们有些建议 其实也有参考到 可能是上海创科版 或者是值得参考的一些规则 那你自己怎么看 如果说香港市场上市的吸引性 和内地比较而知 即是鄰近的市场 那个优势是哪里 或者还有差点什么可以做得好些 香港是面临很大的竞争 那有些 看回去年 其实全球交易所的新股上市 集资压的排名 上海深圳已经过了香港头 香港是排第三 反映到上海的市场 是很有很深的市场深度 和筹资的能力 香港是需要在这方面想一想 看回科技公司上市 上海的要求 科技版 有一个商业的要求 就是他们是2亿人民币 15亿的市值 那其实2亿人民币 就跟我们差不多是2亿5亿 现在香港交易所的要求 人家说15亿人仔 我们就80亿港元 那如果有一家企业主 那他做到相对的盈利 就看回市场那个 售资额或者是流通量 都比香港大的时候 那其实的选择就很明显了 那我就担心就是 如果门蓝叮得太高 就香港会失去了 招揽这些公司来香港的机会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说 公司来上市 其实不是单从资本市场的考虑 也都希望借着它来上市 是激活了香港的科技产业 也都是可以帮内地的企业去筹资 那就是服务国家 想在科技自吸自足的目标 那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比较大一点的角度去看的